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有關於 因為我其實發了蠻多部影片了 每部影片其實下面都有很多新手玩家在問說 請問一下就是有沒有一些 初期的裝備建議啊 或者是說我應該要怎麼升 蝸牛其實他最重要的裝備 基本上有這三個屬性 首先第一個是元素傷害 第二個是蝸牛攻擊 那第三個的話是我們的暴擊率 其實蝸牛還有很多的屬性 但是我覺得先挑這三個來講的話 新玩家會比較淺簡易懂 比方說我們這邊開局的時候 選橘色的珠子 那麼往下拉到底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電氣槌 電氣槌為什麼這個道具 很多人都說你開局應該要來抽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他的屬性 第一個他是菊裝 第二個的話他這邊有所謂的 風屬性元素傷害加240 這個忽略的東西其實這個可以先不用看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蝸牛目前有很多的敵人 他其實是沒有所謂的元素抗性的 等於說基本上你這個240 他算是一個 真實的傷害直接打在敵人身上 那我們前期的時候 因為你蝸牛的貴重品並沒有做起來 你也沒有吃其他的神奇蘑菇嘛 那你的攻擊力其實是比較低的 那你的攻擊力還要扣掉敵人的防禦力 才能夠造成傷害 這個數值的話就會稍微偏弱一點 所以為什麼大家前期會推元素傷害的武器 就是因為他的效果會大於你的蝸牛攻擊 是這樣子來做介紹的 但是到我們的那個裝備稍微起來了之後啊 我們這邊也有剪那個下水道 烏龜雙結棍的任務嘛 就是我以前影片也有貼的 那我們這邊就會開始獲得這個道具 就是忽視敵人的防禦2% 就是等於說我們蝸牛的攻擊 他的效果越來越好 我們這邊如果到紅裝的話 像我現在這樣子的狀況 他就是直接忽視敵人的防禦力12% 那假設像我這樣子傷害的話是35000嘛 35000的話他這個忽視的防禦值 是不是大於那個元素傷害的價值 所以為什麼後面的時候 你要慢慢的把他拼成是 光牛攻擊以及甚至是我們的暴擊率 那我們這邊來講另一個東西 一樣提到元素傷害 元素傷害的話假設如果你後面擊敗老魔法師 老魔法師他的那個法杖 你把他升上去了之後 他其實攻擊力也給的不錯 但是重點是說他有總共4個屬性的元素傷害 這個等於是我們的那個 電氣錘的4倍 那這個也可以 再來做考慮啦 那我們電氣錘他升上去之後的百萬福特呢 百萬福特的話他的攻擊力就加得比較少 然後再來的話是那個風屬性傷害只加120 所以這個的話就變成他不是那麼的優先 那蝸牛追擊這個屬性的話是指說你只要觸發成功的話 你一回合可以再額外追打一次 那蝸牛的追擊這個屬性越高 你追打的傷害越多 不過他這個追擊啊 他這個是要必須你系統那邊有顯示弱點判定 就是有判定成功了之後 他才會來做追打 那判定的需求條件就是依照我們蝸牛的五為值 比方說像我們的文化或者是藝術啊那些的 你要達到他那個值你才能夠追打 所以蝸牛追擊這個屬性他是比其他三個的屬性還要在 最後的優先 這是我自己玩下來我自己的覺得啦 那比方說像我們蝸牛格鬥也是一樣 你的綜合屬性是要大於敵人你才會觸發追擊喔 你只要是低於的話 你這個追擊其實是無法觸發的 如果講更直白一點的話 追擊這個東西是給大佬來用的 就是針對蝸牛格鬥 那假設如果你是探索地區的話 你是要自霸 最後面要拚完美通關的時候 追擊這個屬性才會是有用的喔 這邊的話就給大家補充一下 那我們這邊最後就再總結 前期一開始假設如果你是要課金的玩家 那你可以直接先挑我們這個毒龍裁決這個武器 這個武器的話有加攻擊 又有加暴擊率 又有元素傷害 完全符合就是我剛剛上述的需求 假設如果你是沒有買禮包的玩家 那你可以嘗試看看大爆炸這把武器 大爆炸這把武器的話 他的前身是我們那個抽獎紫色獲得的發條常見 他最主要的效果是除了暴擊率提高之外 還有暴擊傷害也會提高 等於說我們其實最主要就是在拚我們那個暴擊率的增幅 那另一個東西的話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那個三節棍 三節棍就是我們雙節棍合上去 那他會直接忽視敵人的防禦力 所以這個的話是我們裝備也是推薦的東西 再來是我們的那個怨力劍 怨力劍這個東西是你一開始擊敗那個殺手1號的時候你會獲得的 他會增加我們那個探索戰鬥的時候對敵人的傷害 以及手回合的那個傷害會提升 我們這邊到後面合到光線大師之劍的話 他這個效果就變得非常的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目前幾個 裝備重點的推薦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樣子講 我覺得很多玩家應該心裡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針對我們剛剛講的 光牛攻擊、暴擊率以及我們的元素傷害 那像我們假設開寶箱啊 你開寶箱你這邊有神式混沌寶箱嘛 混沌寶箱這邊下面的話 你這邊會拿到我們所謂的化石 跟我們的這個海獸手套 那這兩個東西其實他也都是針對元素傷害 算是不錯的東西 那如果你之後 有多的啟示之眼 或者是說你的裝備格子有多出來的話 這幾個也是都可以做考慮的 那甚至是說像我們這個神式中立寶箱 我們這邊下面有沒有 他這邊有所謂的興奮錘 那這個錘子的話因為我們 如果你蝸牛都沒有死掉 你一場的戰鬥是可以打20回合的 所以這個興奮錘會越打越痛 那這個東西他也是 可以做一個考量 畢竟這種東西他都是加固定值的 就跟元素傷害也是一樣 就是差不多到中間的時候 他的那個優勢會慢慢的下降啦 那這個就給大家稍微提醒一下這樣子 攻擊的東西都講完了之後 我們最後再來補一個 小小的就是我們防具的部分 像我們抽獎藍珠這邊 我們有所謂的運動背心嘛 運動背心這邊如果你之後把他升上去 這個穿越者裝束嘛 他這個的話就會提高閃避率 像我們這個道具啊那假設如果像敵人他是高傷害的嘛 我們可以閃避一次然後再給他傷害 那這樣子的效果就還不錯 所以這就是後面開始慢慢要考量就是說 你應該裡面要塞一些有關於這種穿越者裝束這種防具類的東西 或者是說像我們這邊打完殺手15之後你會獲得了這個麻痺戒指 麻痺戒指一開始他是紫色的道具 那你這邊你可以慢慢把他合上去的話 等於是說你有機率性麻痺敵人 或者是你有機率性可以閃避敵人 那這種東西的輔助裝備就給大家來當作參考 好那影片的最後這邊來講一下裝備的推薦吧 那課金的玩家你當然第一個是毒龍嘛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那假設如果你是 無課或者是小課的玩家 就算你一開始有抽到電氣錘 我也不建議你是第一個把他升上去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電氣錘剛剛前面的屬性已經有講過了嘛 那反而是第一個上紅的優先我會建議是先選三節棍 因為三節棍這個護士防禦是不錯的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是選擇光劍大師之劍 這樣子的話你在地圖探索的時候效益也會整個拉起來 那之後呢我們才會再選擇比方說像我們剛剛有講到的這個大爆炸 就是說增加我們的暴擊率這樣子 那大概差不多是這樣的思路給大家當作個參考 然後再來探索裝備這邊啊 每個國家都會有他專屬裝備嗎 那假設比方說像我們高麗地區 或者是說我們的東銀地區有沒有 這些使用過的裝備假設你沒有在用了 你就可以記得連這種 金色的裝備都可以拿去分解 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比方說像我們這樣子 我紅裝已經先把它分解掉了啦 那接下來假設如果像我們金色的話有沒有 其實他這個也是可以做分解的 然後他會有額外的黏著劑這樣子 那就給大家當作一個小小的補充囉 因為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裝備可以做互相的搭配 那我覺得這樣子有點講得太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延伸 我覺得這樣對玩家來說玩遊戲算是另外一種體驗啦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